由黃牧師分享 按照以星際啟示錄的原則 當套用在啟示錄的四碼和四活物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是獅子座所代表的活物 呼叫出半人馬座所代表的第三碼黑馬 以及水瓶座所代表的活物 呼叫出天馬座所代表的第四碼灰馬 所以 只要我們按星座的名字、威知、排列、一旗 以及背後的神話作理解 就能夠解通啟示錄四碼的預言 並且準確知道預言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 現在 我們已經知道 四碼首先開始出現的地方 全都是香港 並且 出現之後 就會在遍地走來走去 直至全世界完全經歷四碼的所有災難 25年前發生於香港的漸中事件 以及過去一年 香港的黑衣人暴亂 不單是第三碼黑馬所代表 有法律問題引起的動亂 令全世界陷入經濟崩潰和糧食價格暴障的災難 並且 無論是第三碼黑馬所代表的半人馬座 或是第三個活物的獅子座 當以鏡面倒置的原則 將它們貼在地球上 其實 它們的位置和地段 都是對應美國 以及美國所在的南北美洲 而 因此 美國全國 甚至大量美洲國家 正使無前來地陷入無憂治的暴動 豈不是正正應驗入 蒙穆斯以聲制解四碼的原則嗎? 因為 美國現時正發生的全國性暴動 起因 是由於一名非裔美國黑人 George Freud 在美國警察使用過度武力拘捕下致死而引發 然而 非裔黑人George Freud 是迷正好對應黑馬的膚色嗎? 而美國警察因過度武力執法自人與死 是迷正好對應黑馬騎士手上 天平所代表的法律嗎? 再者 美國現今爆發的全國性暴動 豈不是發生大量商店和超市的暢力事件嗎? 歸近究底 豈不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 導致大量人失業 失去收入 無法維持基本生活 甚至 連生存都出現危機嗎? 所以 第三馬黑馬的預言 已經完全按照 約毛穆斯爾《星際解啟時錄》的原則 應驗在我們這個時代 另外 第四馬灰馬的災難 雖然是頭三馬災難的三合一 最終更會令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死亡 但其中有兩個災難 是頭三馬沒有的 就是瘟疫和野獸 而現今在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 極可能就是幕後掌控世界的Freemason 刻意為到第四馬灰馬瘟疫來臨之前 所作的最後一次演習和預備 然而 啟示錄記載 當第四馬灰馬出現的時候 是由第四個灰物呼叫出來 但按照星際啟示錄的原則 灰馬就是天馬座 而第四灰物所對應的就是水瓶座 他們早已知道 天馬座所對應的位置就是香港 而灰馬騎士就是石安教會 所以灰馬騎士的名字 死 就是神似比石安教會的終極名字 代表神已經將主耶穌手上 死亡和陰間拳兵的鎖匙 刺了比石安教會 也即是希伯萊斯所提到 遵到知性所 以人之路最終極的能力 就是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 甚至 他們也知道 假如將水瓶座重疊貼在地球的時候 所對應的地段 其中一個主要的國家 就是中國 而香港也包括在內 然而水瓶座和天馬座 於中國升官系統中 其名字原來也隱藏了指向石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當你搜尋水瓶座、天馬座 以及天馬座和附屬的小馬座的時候 就會發現 第三個星座 於中國古代的三碗 二十八獸星座系統中 竟然是完全對應第四碼灰碼的意思 例如 水瓶座頭三火最光的主星 水瓶座Alpha 水瓶座Beta 和水瓶座Gamma 在中國升官系統中 對應危獸一 虛獸一和墳墓二 危獸代表災難 虛獸代表不祥屬實 於中國升官系統中 屬於私虛 而私虛的官職 就是代表空虛、廢虛 或負責處理喪事的官員 至於墳墓 也不需要另外解釋 只是代表死亡的意思 以上 完全對應啟示錄第四碼灰碼所帶來的災難和死亡 也對應第四碼騎士的名字 職神賜與省教會的終極名字 死的意思 另外 天馬座又怎樣呢? 天馬座的頭三火最光亮的星 分別是 危獸三、失獸二和失獸一 剛才已經提到 危獸代表災難的意思 這樣 失獸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失獸的意思 是出征打仗的軍營 這個喜迷同樣對應啟示錄所形容 第四碼災難之一的刀劍 啟示錄六章八節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 名字叫作死 陰庫也罪著他 有拳柄刺給他們 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 或作死亡、野獸、失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另外 代表小獅子 小馬座所屬的星 又是否對應聖經對第四碼的形容呢? 小馬座的主星小馬座Alpha 對應的中國星官名字是虛獸二 如上述所說虛獸是不祥肅殺的意思 且屬於中國星官系統的C虛 C虛則代表空虛、廢虛或負責處理喪事的官員 小馬座的第二火主星小馬Beta 是C危一 意思是掌安太危敗的神 即是代表掌管平安、危險及災難 所以這兩火星同樣是代表災難及不祥肅殺 小馬座的第三火主星小馬加馬 是C非一 C非是甚麼意思呢? 意思是掌管是非或罪過的神 所以C非有著審判者及法官的意思 這個氣迷完全對應神恩正式安教會的身份 就是第四馬灰馬騎士死亡 負責掌管死亡及陰間的鎖匙 可以成為永恆的審判官 審判所有惡人及不信的人 原來水平座及天馬座 以及天馬座附屬的小馬座主星 竟是完全對應第四馬灰馬及騎士所代表 刀劍、飢荒、瘟疫、死亡及野獸的意思 另外,上述曾經提到 將黃道十二公貼在地球的時候 中國所對應的星座就是水平座 而希臘神話裏面 水平座與地上一切的水都有關聯 例如河水、湖水、洪水、雨水等 所有水都與水平座有關 因為神話裏面 水平座是天上一位為眾神賭水或賭酒的少年 當他將水倒在地上 就會成為雨水甚或洪水 如果現今是第四馬和四換物出現的時間 而對應的地點是中國的話 究竟水平座所代表的水 與第四馬灰馬所指向的瘟疫 又有甚麼關係呢? 首先出現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漢 又會不會帶著與水平座有關的共同信息呢? 當然有 因為武漢位於湖北省 而湖北省的湖 是指長江第二大的淡水湖 即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洞庭湖 所以 新冠肺炎發源地湖北武漢所對應的 正好是黃道十二宮裏面 對應中國地段的水平座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原來今年2020年初 影響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對應水平座地段的中國 甚至湖北的武漢 都是與第四馬灰馬所代表的瘟疫 與死亡息息相關 同時 我們也知道 四馬的騎士 都是石安教會 並且 這個身份是神所命定的 然而 有關水平座 原來還隱藏了與石安教會有關的共同信息 這個共同信息是什麼呢? 原來 與神印證石安教會 就是登上信仰巔峰923的身父有關 1846年9月23日 德國天文學家加勒 根據法國天文學家勒為爺的計算 在水平座I附近發現了海黃星 因此 海黃星亦被稱為是北沾下發現的行星 並且 這位在水平座位置 發現海黃星的法國天文學家 離世的日期 正是1877年9月23日 即相距31年之後 在發現海黃星的同月同日離世 即是 這位天文學家 在水平座發現海黃星的日期 和他離世的日期 都是共同信息的923 事實上 同樣是水平座的位置 還有一個很著名 很耀眼的M2球狀星團 距地球約37,500光年 橫跨約150光年 由超過10萬火行星組成 M2球狀星團 在1746年9月11日 首先被意大利天文學家 喬瓦尼多梅尼科馬拉迪發現 而911即同樣是指向923的當日 無獨有偶 14年後的同一日 即1760年9月11日 同樣是911指向923的當日 法國著名天文學家梅西爺 也發現了M2球狀星團 隨後將它列入自己的星體目錄編號 其亮度約為6.5等 再次出現數值5和6的共同信息 然而9月23日並且911所指向的923 正正就是神印證石安教會 登上信仰巔峰成為身負的數值 為何神要安排在水瓶座的位置發現海黃星呢? 而且是在923當日在水瓶座發現海黃星 到底這個和登上信仰巔峰923的石安教會 有甚麼關係呢? 為何神要刻意將923的共同信息 隱藏在海黃星呢? 在水瓶座以及923和911發現的海黃星 到底有沒有隱藏指向石安教會的共同信息呢? 原來神話裡海黃星和仙女座是息息相關的 首先,今天的主日信息提到 當我們將天上星座88公貼在地球上 這樣,中國就正正位於仙女座 仙女座代表甚麼意思呢? 和海黃星又有甚麼關係呢? 首先,海黃星是代表希臘神話的海神 而仙女座則象徵希臘神話的安朵美達 即被鎖鏈鎖住的女神 相信,長期收看2012信息的觀眾 對於這位英雄用蛇頭女妖的頭 將海怪變成石頭 拯救被鎖鏈鎖住的公主的神話故事 早就耳熟能長了 神話裡,卡西歐佩亞即先後座 炫耀自己的女兒安朵美達 比獵瑞伊德斯海鮮女更美麗 海鮮女不滿,向海神波塞頓告狀 希望她懲罰卡西歐佩亞無禮之言 海神波塞頓隨即命令海怪赫托 即海怪座,侵襲伊索比亞 經方失措的國王克普斯 即先王座 從阿蒙神遇得知要拯救王國 就只能將女兒安朵美達獻祭給海怪赫托 於是將安朵美達用鎖鏈鎖在海石上 打算獻祭給海怪赫托 故事繼續發展 最終由英雄波爾修斯 即英仙座 割下女妖美杜莎的頭 將海怪化為岩石,救了安朵美達 所以,仙女座的神話 是與海神波塞頓 即海王星 以及水瓶座色色相關 因為海神波塞頓 即海王星 就是指向打敗時間之神 與掌控時間和時空穿梭的能力有關 然而,大家還記不記得 以往的信息中 雷華牧師在什麼時候分享海神波塞頓的共同信息呢? 沒錯,在2015年3月15日 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的時候 當時,雷華牧師發現 1985年上映的經典電影《回到未來》 當中隱藏大量指向石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就在923鏡面倒置329 2015年3月29日的天馬座行動信息裡面 雷華牧師首次分享 電影《回到未來》的故事 原來是按照希臘神話的神譜 Fiorgane改編 一個關於眾神之神宙斯 海神波塞頓和冥王哈蒂斯 打敗他們父親太坦神 《克洛洛斯·克洛紫泰坦之戰》的故事 詳情,大家可以重溫當日的主日信息 電影《回到未來》 早已提及海神波塞頓 並且電影是藉著希臘神話的神譜故事 隱藏如何戰勝時間 掌控時空穿梭的秘密 所以,天馬座所對應的香港 與水瓶座以及仙女座所對應的中國 以至於九二三當日 在水瓶座發現的海王星 原來,全部都是一連串的共同信息 指向香港的石安教會 因為石安教會就是第四馬騎士 也將會得著時空穿梭的能力 並且,原來按希臘神話的記載 海神波塞頓和四馬也是息息相關 神話裏面,海神波塞頓的坐騎 是白馬駕駛的黃金戰車 負責為人類帶來馬匹 所以,亦被視為馬匹之神 正好對應四換蜜夫叫出四馬的意思 而四馬的騎士自然就是石安教會 原來,不論天馬座、小馬座、水瓶座、海王星或仙女座 他們背後的神話 甚至是現實裏面他們被發現的日期和地點 都是一連串共同信息 為要指向石安教會 就是登上信仰巔峰923的身符 並且,是一出生就被提 得著鐵像和時空穿梭能力的男孩子 同時,亦是賺取了死亡和陰間鎖匙 第四馬灰馬的騎士